大家好,我是董振荣,台湾转售全地站负责人 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国外的网络行销的大师 他们是怎么去做联盟行销 去推广别的网络行销大师的产品 因为你要知道在做联盟行销的时候 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其实有很多的人都在推广同一个产品 尤其这个产品越好 那越多人都在推广 那凭什么别人是透过你的推广连结 点进去去购买这个产品 然后让奖金给你赚呢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呢,要解决这问题的方法 通常都是你必须给别人充分的理由 然后呢,告诉说服对方说 为什么要透过我这边来买 然后你才会有最大的好处 所以事实上实际的做法通常都是 说如果你透过我的推广连结购买 那我再额外送给你一些赠品 就是除了你买的那个产品之外 我还额外送给你我自己的一些赠品 而且这些赠品啊很有价值 而且这个他们通常都会送很多很多的赠品 那这个赠品越多有限甚至冲的是赠品 赠品实在太吸引人了 所以冲着赠品呢去购买别人的产品 这样子 那当然你送赠品的你不能送的太过于夸张 就是说你不能把那个你赠品的价值 或者是把你所有的产品 价值非常高的产品 然后全部都拿来当赠品 这样子你自己以后就没有人要去买你的产品了 因为你把别人的产品拱得那么高 那你自己以后的产品就没有人想要买了 就说好啊 那以后我就买你推别人的时候 你的主要产品就是拿来送 所以你这些赠品的赠送原则 就是你不能送你最主要的的产品 主流就是主要让你赚到钱的产品 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方式 那像这一次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呢 国外这两位网络行销大师 就是一个叫Mike 对 然后呢 一个叫Rich 这样子 那这两个人啊 都在国外的网络行销 而且非常之有名 Mike Mike呢 他是 已经 就是一个传奇人物就对了 那他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收入 那他以前是一个汽车的销售员 那Rich呢 他说他号称是国外网络行销大师 通常都是被他教过 被他教导过 教练过 智商过这样子 好 那这两个人呢 他们就联合起来啊 来送一个非常庞大的赠品 来推另外一个大师的赠品 那 那 那基本上呢 你看到他们这一次呢 他准备了六个赠品 哦 这六个赠品真的很多 而且不只多 那个价值还更大 第六个赠品还甚至送你一天的演习班 可以让你免费免费 可以让你免费参加 然后呢 那其他赠品呢 第五个就是他会送你 哇 过去现场实况录音的三天的演习班 那价值 他说五千块美金之类的 所以啊 他们透过这些赠品 这些送赠品 其实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呢 你要送的赠品啊 最好是跟你现在要推的产品有关 换句话说呢 甚至可以补足你现有的产品 就是现有你要推广的产品的不足 或者是加强你现有的产品 你现有要推的产品的好处 那他们这一次就是非常精心设计六项产品 然后都是能够帮助你呢 更快的成为你要从事的领域 你有玩赚的领域的专家 所以这个啊 就是真的大师聪明的地方 他不是乱送你一些不相干的赠品 从他自己的产品当中 精挑戏选出几个产品 是可以帮助你呢 去扩大你现在接下来要买的这个产品的好处 那这样子你当然是更有意愿啊 因为你等于同时像两个大师同时学习 尤其是很少少数会有两个网络行销大师 七手合作来推另外一个人的产品 所以这一次我希望能够跟你介绍这个概念 那以后呢 在台湾的联盟行销 只会越来越红 所以呢 我这边就简单的分享给你一个诀窍 你要去推广别人的产品 最好附上一些赠品 而且这些赠品最好是跟那个产品有关 而且最好能够扩大那个产品的好处 或者是补足它的不足 OK 那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我董珍东 拜拜